各位同學,我們現在看小測三的題解 尋尾之量,第一條很簡單 重點是要看看是否給了什麼 這兩條是一樣長 所以你可以先看這條角角 CAB其實會等於X,原因是等於三角形底角 即是X加80度等於180度 看看外面的三角形 2X等於100度,X等於50度 當你知道X等於50度的時候 我另外知道兩點畫上圓心 兩點畫上圓周 其實Y等於2X,原因是圓心角 兩倍於圓周角 所以Y等於100度 很簡單的第一條就完成了 好,我們很快看看第二條 第二條和第一條是很相似的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這隻15度 看看吧 我們還有什麼要知道呢? 原來這條和這條題目是一樣的 OC是一樣的,對不對? 因為OB等於OC等於CB 這兩個題目是相似的 也等於OB等於R 因為是圓形 好,所以每隻角都是60度 所以我們就馬上看到 OC是應該要等於60度 那OC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15度加Y 所以15度加Y等於60度 好,說多一點點 這個60度是因為等邊三角形 好,所以Y等於45度 我們完成了第一條 好了,第二部份 X也等於60度 所以X也等於60度 因為等邊三角形 好,最後我們知道 最後我們知道 OAC等於15度 因為等於三角形 所以15度加15度加Z加X等於180度 所以什麼呢? 這裏是90度 這裏可以很容易處理到 另外一個看Z的方法 就是2點拉上圓心 2點拉上圓周 這隻是45度 所以這隻的方法 所以另外一個看Z的方法 就要为90度,第二条就完成了 好,很快看看第三条 好了,第三条,你现在找X,O一定是原心来的 好了,先找OP,我们知道现在PK这段 PK等于15cm 因为这个很长黑误写,原心自然,垂直评分2 OK,所以OP这一段就应该要等于 再来一次,所以17平方是等于OP的平方加15平方 按一次计算机,把这15平方减过去 17平方减15平方 等于OP的平方 好,按一次计算机给大家看 17平方减15平方 OK,再开放OP呢 就计算是8 如此类推,我们看到QN 应该要等于8的 并且是同时和8cm 原心自然,垂直评分2 好了,看看这一段 这一段,我知道是17cm 原因是大解到半径 所以我知道 QN的平方 再加OQ平方,應該要等於17的平方 QN的平方就等於8的平方 加OQ平方等於17的平方 再次計算,OQ平方等於17平方-8平方 就像旁邊的那樣 好,17平方-8平方 先按等於開方,就是15 所以OQ等于15cm 所以X等于15加8即23cm 不难计算 第四条,应该整份卷最简单的一条题目 1X,我知道CB等于12cm 原心自然,垂直平分然 所以X等于8的平方加12的平方 又按给大家看 8的平方加12的平方 再开方,14.4 这个不是很漂亮的数字 X等于14.42cm 4条,完成了 最后一条,先看看 先把很多资料给大家 5,10 10 OD 13 10 即是看到两个圆的半径 先找DM DM是哪一段呢? DM是这一段 所以我看大二的三个圆 即是说 5的平方加DM的平方 就应该等于13的平方 即是DM平方等于13的平方 -5的平方 好了,计数机 13的平方-5的平方 再开方 DM等于12cm 完成A部分 接下来Bm Bm就是阶段 所以看小三角形 B part 同样,这个小三角形 就是BM的平方 加5的平方 应该等于10的平方 好了,接下来 计数机 BM的平方等于10的平方-5的平方 再开方 8.66BM 就是8.66cm 最后求CD CD就是这一段 CD就是大-小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MD等于MA 小那段便找到 所以CD 简单来说 DM-EM 12-8.66cm 就是12-8.66cm 就是12-8.66cm 就是3.34cm 记住要写单位 好了,一份圈便完成了 希望帮到同学 OK,加油,拜拜 拜拜